哇 长豪也选择了护兰 其实他俩我都不是特别想遇见 因为他俩的那个脱口秀的气 都不是我能熟悉的气 朋友们 你们好吗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他摆成一个同位角 长豪跟邱瑞他俩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俩都破发力非常强 跟这种风格的选手比赛 压力很大 比赛的压力 想赢的压力 怕输的压力 这段时间可能是我见过忽兰 写稿子最用心 最用时间 最用精力的一次准备 几乎这半个月来吧 他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这个稿子上面 这一次他非常非常重视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气氛比去年好像还要更凝重一些 基本上大家都在打名牌了 邱瑞和郭展豪这两个 都非常努力 邱瑞他的紧迫感要更强一些 他第一轮表现太好了 郭展豪是开心型的 带着大家一起开心 好像过年那种气氛一样 新人 同时又是非常有经验的职业 偷回学院 我觉得会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布兰还是很稳的 他一般都会准备到最后 内容上一般也比较扎实 应该问题不大 但一切比赛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赛了 要上场的第一位演员 是离开了脱口秀大会这个舞台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在第一季就参赛过 在突围赛靠着快板成功晋级 让我们有请郭展豪 大家好 我是郭展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 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上面 收动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 这帮人发飞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家里亲人得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大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只要一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打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家喻户响的节目 电视购物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有 现在来一些老年的朋友吧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就要产品 我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者堂 无添加 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吃 我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我就欠你的心皮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 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入口即化 你早一听都懵了 我说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呢 跟那 冰淇淋它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感觉 快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说化在嘴里 化在嘴里 欠人心皮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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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说这些老词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什么都卖 每天我们卖个圣宝片 您吃完这个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的女生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正想做中老年妇女心中的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是没有办法让阿姨们下单的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 Oh my God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得给你啊嘞 我的个亲娘 李佳琪好像说宝宝们宝宝们 我也不信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 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得给你啊嘞 我的老baby 可能我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歌舞都这么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接着有一次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体拉面容 瞬间紧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看了一位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 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朋友们看一下啊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啊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货 就是穿剧变脸了 那我发现不对啊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啊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呢 我上去摸了一下 我发现他抹的 根本就不是眼霜 他是为了节目效果 在阿姨脸上 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 谁紧致啊 是吧 杀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呦呦呦 曾益一提拉 曾益可了 一眼的尾巴留下来 弹总说 那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 李弹一提拉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这么整整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怎么一直被沾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成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什么 当时我就说不了 当时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什么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 还问我呢 郭正浩 你就说这个脸霜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说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郭正浩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木拉 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 是吧 这太好了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 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 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 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 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 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 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 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 这些事了 对吧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跟以前年轻人 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 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前段时间我在马路边 喝酒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商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 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至少 后来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塞诗人了 是吧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几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你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着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脱口秀 竟然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要是李丹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是 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看着拍灯点有点多啊 都无灯可拍的 李丹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费饭 我这叫职场画园 画园 画园讲究的是一个园 你老板遇到我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赶好应该就走了 赶好应该就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有个亲戚的孩子 毕业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你知道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都说上市公司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类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啥样 他说多得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 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一直只知道做自己分裂的事 但是怎么样了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下来我回来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的 我们这儿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 我觉得我跟掌壕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为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还是在纸上骂怀 我说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好 这个好 你偷马怀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呢 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蹭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哧坑哧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是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耗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势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这别末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走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高啊 真的吗 忽兰的rap水平那他就真高你知道吗 曾毅老师听过吗 我没听过 曾毅老师作为中国说唱说唱教父 你听过他的那个 别听别听别听求你别听 你先要biter对不对 来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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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有一个rap不能适合 是 是 那我们先恭喜忽兰获得了 四个领像员的拍灯 好 这一组三位都演完了 让我们请这边两位朋友 来到舞台中央 好的 我们公布三位最终的得票情况 今天表现得正常发挥 挺开心的 我感觉我这场上挺稳的 我设计的所有东西都想 今天表现其实基本上达得了我的要求 然后戴上 就看邱瑞和 互兰谁能到190了 我就互兰 你的邱瑞 我喜欢互兰这一套 我喜欢邱瑞 我也觉得邱瑞好 好的 我们来公布票数 190了 大胆了 就差一点啊 我们首先恭喜忽兰189票 晋级上位区 邱瑞晋级上位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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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的状态 现在看起来特别的稳定 然后他会有创作能力 你只要具备这两点 你就能走得很远 忽兰就不要讲了 他就是就是 无论是气场 把控这个节奏 今年 我认为 有可能是关键 忽兰老师 比赛比到现在感觉如何? 感觉自己一直想着怎么往前进 往前冲 我觉得我需要多静下来思考 调整一下 往前进不好吗? 不是不是 就有时候啊 一直想着怎么往前冲 特别容易迷失 容易失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要学学退 要不人家怎么说以退为进呢? 以前啊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退 那现在呢? 现在想咋退就咋退 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购车方式 试开七天不满意免费退 下单直接送上门 这体验贼棒 你给我的压力也太大 真的 那么长豪就要回电视购物上班 不是就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了 说两句 我觉得我还是职场经验比较少 就是败给了两位前辈啊 但是我觉得还行 没有那么难过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 我们这些老演员忽兰之类的 因为 我四年前我上过退为大会 当时我在上大一 然后我回来之后 毕业之后我回来发现 就是信任越来越多 但老演员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应该购买什么产品呢 反正不说 反正明年我还会来的 没有关系 你必须要来 展豪 明年再见 谢谢你 谢谢 我确实还是要努力 没有关系 我再努力个三年五年 大概可能岁数 还会比他们小一些吧 就是年轻的优势 但是我可以进步 二十三岁你明天不来 你干啥 他才二十三啊 我才二十六 你才二十六 二十六太大了 欢迎 还没走啊 耶 恭喜我 这位棒就是进球队伍 就 哎 没办法呀 确实厉害 谢谢展豪 事实上展豪 讲拓果秀的事